近日网上流传海恩庄园一班业主 在9月3日与九龙建业发展商的对话片段 海恩庄园的业主想借上楼的平台 公开整个对话过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右上角的连结 或者说明文都可以找到连结 看整个过程 今次就电话访问了海恩庄园一位业主梁先生 都想了解一班业主有什么申诉 其实我们的申诉有三个 第一就是大家都认为 发展商对于批地条款里的要求 包括连接环保大道和隔离屋苑 尽营仪的天桥都不清晰 不论是不是发展商的认可人士判断失误 不以为没有桥可以拿到满意子 或其实当初已经打算一直以短楼花做卖点 在原定关键日期之前吸引买家 其实这两个做法都对业主很不公平 就着这次的大幅延期 我们希望发展商可以交代清楚 以及负责任作出补偿 第二 其实业主这么不满的原因 是因为发展商去到八月初 都一直跟传媒和公众坚持 海恩庄园会准时交楼 但最后正正在交楼日期之前一天的下午 才在WhatsApp公布大幅度延期七个月 我们很多业主都已经退租 通知了家司运来香港 以及签订了银行的按揭 这个临时的大幅延期 其实令到我们无所适从 亦都要花一大笔额外的费用 例如租住酒店 给迷你仓的全仓费等等 第三 一众的业主也都担心 其实两条天桥 如果由卖楼到现在十个月都没有开展到 现在压后七个月 是否真的可以准时落成 还是到时又会再大幅延期 我们希望发展商可以交代清楚 其实当日你们和发展商的对话 的情况是怎样 以及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大家一开始都是希望抱着平静的态度 和发展商代表的沟通 和表达我们的诉求 所以透过区议员 预先通知了发展商 大家将会在当日上去反映 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到情况混乱 和有不愉快的情况发生 但发展商一开始的态度其实比较强硬 例如当大家去到售楼厨门口 职员就开始阻拦我们的拍摄 有业主提出 根据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 其实大家有权拍摄 于此发展商就说要咨询高层 其后的一个小时 大家只是在门口 一个没什么冷气 和灯光分岩的地方 去接受传媒的访问 亦都因为业主人数太多 其余的业主只能够一直在下楼梯等 最后经过区议员周旋 发展商的高层就同意我们的会面 但我们失望的是对话期间 其实发展商的高层态度是很消极的 我们发现到对方 其实是没有安排到任何职员去记录我们的问题 亦都是拒绝交代自己的身份 最后我们是区议员的要求 他们先肯记下一些问题 就说稍后会有一个详细的回复 去到现在 你们对于发展商有什么期望 其实坦白说 各个业主都期头搬到新屋 正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相信发展商八月头所说 他会准时交楼 所以我们才预早一两个礼拜 八月中开始 安排一些家司送货 买电器 谈好装修设计等等 我们希望发展商可以履行当日会面的承诺 在这个星期五之前 可以给到一个令业主满意的答复我们 欢迎发展商积极与业主沟通 一众业主很希望可以提高工程进度和透明度 避免再次发生 例如最后一刻才通知延期的事件 令大家尽快有一个安乐祸 除了航拍变段 以上所有资料 都由可欣庄园其中一位业主梁先生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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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